这几个轮这是去年夏天的时候买的吧 这今年了才拿出来安装 估计客户家的门都嗅死了 拉也拉不动 然后又给他买了一瓶绿伞 送边储储水垢 这是在村里边 又开始过春天了啊 马上就是大黄风 北方这是特有的风景 大黄风 电转一响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装锅小米 跟着我的镜头走干活去 这个浴房装了三四年了 现在这个推拉门不好使 下面的几个轮浴水生锈了 那个轴层就锈死了 现在咱就把这个门拆掉 拆掉把上下的轮全部都换掉 当时买的厂家发过来的 上下的轮都是单轮 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大多借的预防 都是双滑轮的 双滑轮的好处 就是要比这种的稳定一些 去年在网上新买的这一包滑轮 我当时就考虑为了稳定 我就买这种双滑轮了 这样对比感觉也区别不大 应该属于同一类产品 只不过是一个单轮 一个双轮的 这种轴层为什么会生锈呢 难道它是铁做的吗 不过确实也不贵 买了八个滑轮 大概花也就四到五十块钱吧 我记不太清楚了 这东西在当地也买不到 在网上买的话 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你如果买的款式不同的话 也许在这个地方还不一定能用呢 翻个个我们看一下底边 刚才是上边的 上边的滑轮还好 下边这个滑轮就能看到了这个水沟 而且这个轮子就是修死了 你根本就转不动 所以说在开关门的时候就揍巴巴的 给大家分享这个视频呢 可能对家里面装预防的老铁嘛 有一定的帮助 维修或者更换滑轮呢 滑轮可以在网上采购 工具呢 也只需要一把螺丝刀 不过搬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玻璃 别把玻璃给磕到地上磕爆了 怎么样很简单吧 这样我们这一扇门呢就换好了 另外一个呢 我们拆下来 也是把所有的轮子都给它换了 滑轮呢是两种 一种是上滑轮 一种是下滑轮 下滑轮呢是带一个弹簧安戒的 安戒的好处呢是方便拆装 上滑轮的结构呢是不一样的 上滑轮它是一个调节螺丝 当我们挂好玻璃之后呢 如果觉得松可以进行调节螺丝 玻璃或者是有不震的 有缝隙的都可以通过调节螺丝 来把它调整两扇门能关延 预防的详细安装视频 包括切割实际 包括组装 包括调节门 二二零年 二一年二二年 那个时候拍的比较多吧 而且也拍的很详细 有很多师傅呢 就是看了我的视频 也会自己安装了 单滑轮换成了双滑轮 所以这个线维模块呢 也要重新调整一下位置 线维模块上下都有螺丝呢 重新给它改了一个孔 来的时候呢 我们买了一瓶绿伞 绿伞的作用呢 就是疏通上面这个顶棚 水质不太好 水垢比较大 导致我们这边很多花伞的都有这种情况 现在我们把这个顶棚呢 要给它拆下来 家庭里面用水被水垢所控扰的 比如说花洒的出水口 包括洗菜池的水龙头 洗脸池的水龙头 还有智能马桶的清洗喷盖 都会受水垢的影响 绿伞的成分呢 应该属于强酸 你看倒在水泥上都会发生反应 我们的水垢呢 应该是属于碱性的吧 酸解来一个综合 弄这个东西也比较危险啊 尤其小孩子千万不要碰 像我们家里面的电镀水龙头 弄上这个可能就会变黑了 所以用的时候呢 也要谨慎 不过它对于除水垢呢 确实厉害 比如说我们地面上的那些污垢了 水垢了 弄上这个东西很好就清理干净了 搞了一个牙签 把所有的孔呢 再通一下 如果家里也有同样情况的话 也可以照这个方法去做 一年呢 定期清理一回 基本上清理完和新买的一样的效果 以后装修房子应该家家户户都得装一套软水设备了 这样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家庭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遇到很多类似的这些小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动手解决方法呢 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 这个小手喷呢 也是有点堵 用牙签直接给它戳一下 看这个出水 立马就好了 最后在顶棚和这个边框呢 打点叫 要不然在开关门的时候 它有点晃 铝材呢 比较软 这是去年的活 终于处理完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 老体们 拜拜 拜拜